HELLO 又是穿上這件衣服 因為是同一天 今天會講大家最關注的護膚問題 就是保濕和美白 我覺得保濕比美白還要很多 因為我們補夠濕的話 基本上皮膚一切的問題都能夠解決 包括很多什麼暗瘡、暗粒、油脂黎 所有所有 而且我以下所說的有自購也有試用 首先我先分不同的東西說 因為我都用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產品 如果你說是精華的serum 我就用過這三支 我最先最先收到試用 也是真的年頭到現在才說的 就是這一支 叫做LOVE IS DERMA B5 GEL 其實我已經是用完了 一滴都沒有剩下 它好像說是可以做面膜的打底液 妝前保濕我也有做的 不過我就覺得它的價錢也不便宜 如果你說買一支想要做到很保濕的效果 因為它真的比我想像中有點差 令我有點失望 因為它的質感是實在比較稠一點 都是透明狀 唉呀!現在真的用到一滴 我都... 我給大家看到有什麼質感 它塗在上面是不黏的 不過我想像中吸收得這麼快 因為我第一樣接觸B5 GEL的產品就是這一樣 那些人都好像說得很保濕 就是塗完已經做到所有想要的東西 就是B5 Gel 但是我就覺得 對啦 都是它令我一點點失望 另外呢 這個就不是什麼B5 Gel 它是Bunny & Bunny 就是之前Rosie Ring給我試用 蝸牛撮取原液 它聲稱就可以修復皮膚 令皮膚更新 那我生完暗瘡之後 可能有個傷口我都會塗它的 而且如果塗整個臉之後 你會發覺乾了 是會有一點點緊緊的 慢慢緊的 它上了臉 我只能夠用一樣東西來形容 它很像我們的蛋白 很像 塗了上面是舒服的 講開這支 這支是怎樣得來的呢 就是我做Facial 我之前推薦大家做Facial的衣服 那我前幾天又去了做Facial 那我的衣服就送我給我 為什麼呢 因為它真的很感謝我 她說我拍完那支影片之後 因為她不知道我拍了那支影片 她說真的 很多人是經過丁丁推介的人 其實在我拍影片到今天 是有超過一千人 多謝大家的信任 不過我都很憑良心說 我真的覺得是很棒的 Facial 然後250元可以做到那麼多 還有現在的 按摩通膠袋 嘩 舒服 那我講這支B5 Gel 因為她就問我 平時做什麼保濕 那我說Dr.Cose那些 那我up了幾個牌子 那麼醫學的Dr.Cose 她都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其實她是不用開架的品牌 她全部用一些歐美的產品 我通常都是說韓國 她就問我有沒有用B5 Gel 那我就說有 Love is Derma 那她又沒聽過 那她就介紹了我用這支 基本上幫人做完Facial 都會用這兩支產品 去做保濕 感覺到她幫我排完 我的臉是脹了 好像每個毛孔都喝飽 所以會脹 先說這個B5 Gel 嘩 其實很心痛 為什麼用了它這麼多 我發現用得很快 其實我不是用了很久 它真的好像我幻想出來的 那支B5 Gel 做到這樣的功效 它掉出來 壓低一點給大家看 沒有那種很黏黏的感覺 它真的是很水的一支精華 但又不是至於水到塗完 好像沒有塗那種 天天都用 它塗完不會吸塗膠水 它吸收得很快 因為它在我面前滴在我的手上 再搓搓搓搓搓搓搓 我看到我的皮膚在那樣抽圍 扯進去細胞那裡 本身是先塗了這一支 那這一支 它又是一些你看到牌子 九成人都不會聽過的 它就叫做植物 精華爽膚噴霧 它的味道 其實我不喜歡 不喜歡直接噴上臉 因為它會噴了一塊 我喜歡塗了我的手 再噴上臉 你會聞到它的味道 真的很植物 但它不是臭的那些植物 好像你平時在花園街 你會聞到花園很新鮮的味道 你會覺得自己滴在草原那種很新鮮的感覺 然後我每晚都會用 我沒試過 我這樣 又是很快吸收 下次做到Facial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那種感覺是很扯進去的水分 不過說真的它的價錢比較貴 嗯 我純粹說一下 真的有些東西是這麼好用的 說完一些這麼貴的 就說一些便宜的東西 就是這個 它的名字叫做 五百肌 它是一個台灣的牌子 又是那些 無香煉無酒精藥酸性 那因為我之前是收過幾支 給我試用 之後呢 就做一個 用後感 我就已經登了在Fashion and Beauty的一般雜誌 那有一個 不知丁丁的拿著一支東西 好像沒有拿著一支 我不是拿著一支 總之我就在說這支東西的用後感 其實我已經 用完這一套東西 那我不停試新東西 我已經沒有再用很久了 不過其實這一支呢 我已經用到 這裡 對了 用了大半支 因為我之前很勤力這樣 抹著抹著用 喜歡怎樣用呢 我不喜歡直接塗的 我喜歡口塗 晚上黑的時候口塗 你第二天 你洗完臉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還有一層保護膜在臉上 而且呢 是很容易買到的 你普通在萬寧那裡 已經有個專櫃的 最好就是沒有酒精味 這個的話 它的質地呢 是比較濃稠的 你看到它推了上面 它有一點點黏黏的 這種質地的爽膚水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 說它是油性肌 用完這支爽膚水之後 第二天你臉可以用來煎蛋 這種質地會被焗著 你的皮膚 會出油 我是混合性偏光 我就觉得很舒服 用完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的价钱是非常便宜 我生爱用的产品 而另外的便宜之算 就应该是我之前拍过影片的Gourney Air 它有点像gel狀 你会画出来看到 它是gel狀 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用任何的动膜 反而我用它来当做动膜 晚上黑的时候 口敷一层 你感觉到第二天的皮肤好像喝飽水 而且不知为什么你会觉得它很小 但也用不完 它塗在上面会有点凉凉 你闻下去都会很新鲜 很多人推介过 之前的自扣片也有推介过 这个叫做DOTACO 我又是了 已经用完了 那个质地是比较稠 冬天可能会滋润一点 这个是第一代来的 第二代就没试过 第三代也在我手上 这个最大的分别呢 它的质感很不同 它是有点像gel狀 已经没什么爆水的功能了 真的不会一推就像水珠 但是塗完之后 那种感觉是清爽过第一代的 第一代 它吸了之后 它有一层膜 可能又有底 又吸不完 都是的 摆柱不是吸完 但它也会有一层膜 但我觉得第三 再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出擦膠水 不知道是不是擦得太多 晚上一刻呢 我塗光所有社历 比如这样的 香港更能生Cuid 피 Clinic 那些适量 这次还塗到 第二天 不会被冷气抽干我的水份 而且它上面inqu Parlament 就是 分开买的 这个 还是有个 哎ui FDA acamole 我觉得这个眼神 ion arsm problematic very very good 因為質感很QQ 有點像啫喱 你塗上眼睛之後 它裡面有一種不知是骨尿酸還是什麼 總之是可以去眼紋的 而且我平時是不塗眼霜 就算是眼睛乾也好 都不塗眼霜 因為不敢塗 我塗新的眼霜會出油脂粒 但這個很明顯是保濕 主打是保濕 不是滋潤 它用保濕的成份令你的眼紋減淡 我覺得這個挺推薦的 但價錢真的比第一代和第二代更貴 看看你有沒有需要 不是雷品 另一種保濕 我很喜歡用Lululun 我之前原來讀Lululun 但原來讀Lululun 這個名字是多麼日本 因為它真的在日本製造的 它上面大大隻字寫著一週間集中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是私用來的 不過都是同一個地方 這兩包都是一包裏面有7片的 它是可以每天敷 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之前說敷完有點像雞蛋殼 我用過這麼多隻美白的面膜 真的沒有一隻會有這種敷完 它不會說洗了之後沒有那種白 它是撕完面膜那一刻 你真的會覺得自己好像雞蛋蛋白 是透白 它不是死白的 雖然這隻是便宜的 但其實它的面膜紙 真的有點薄 為什麼會拿著一塊呢 因為我昨天拍過這條片 但我重拍 美白和保濕都是一隻紫質 你會看到它很薄很薄 很搞笑就是你可以撕開你的眼睛 這樣做膚膚十分鐘 我的皮膚已經吸得很快 因為它的紫質薄 所以不會有很多很多精華液在臉上 我已經買了兩盒Luxe的面膜 好可愛 LuxeLuxe 這一盒就是海藻的面膜 你一定要放進冰箱 我覺得這一個是我用過四隻入面最好用的 哪四隻呢 不過其實說真的我覺得它上面有點難上 我上次跟小A一起去Luxe的時候 我都推介它買這一隻 我不知道它覺得可不可以用 總之我就覺得它真的 保濕得來很滋忍 它平常上面不是這樣的 但因為呢 但因為我剛剛塗了太多東西 所以上面有點困難 唉 算了 麻煩你 我塗手啦 平常上面就是這樣的 唉 真浪費 找Luxe在這裡塗手 因為呢 我昨天打算拍片 拿了出來 我忘記放進冰箱 所以 今早呢 它有點毛菌 所以我還是 塗手好了 這一隻呢 是我用過 這麼多隻裡面 是最不容易乾的一隻 而另外呢 我覺得 沒有剛剛那個那麼好 這個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 沒有什麼用的 真的是 它是藍莓 我真的覺得藍莓 不是很可以的 它是抗氧化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這條片很噁心 其實它不是泥狀 它有點霉霉 它乾得很快 很快會變成硬了 我不介意用這隻手去做頭髮 可能你會覺得我噁心 好噁心 太噁心了 之前也在instagram 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進去店裡 最好你買過的東西 我上次就拿了兩瓶 這些去試 小瓶的 是免費的 可以用到兩次 至三次 忘記了是什麼 又是沒有什麼明顯的效果 我覺得 而另外那個cupcake 我又試過cupcake 其實我待會會洗的 它塗在上面是啡色的 好像一些珠烏力 主要是滋潤 不過還是快乾一點 所以我也不太喜歡用 我收了這個 特別禮物套裝 它是zoom 37度 然後拉出來 它很特別 它是已經有齊全了 其實我最先接觸這個產品 就是它們的泡泡面膜 它們的泡泡面膜 是塗上它會發泡的 不是我上次拍片的那個 它另外也有一隻產品是這樣 這個有 爽膚水 Lotion 一些精華 還有一個cream 這樣 整套 如果覺得這個天氣來說 還是會比較黏 可能你冬天用 就比較保濕 還有鎖水 每樣細細枝來說 我覺得這個價錢是挺划算的 而且它後面呢 有兩塊面 我剪四分一出來 加水 它會起到泡泡是可以洗臉的 都是這個set包起來 嗯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 如果保濕來說是不錯的 好了到最後美白了 那我其實 除了用我之前自己買的這個美白 超級正的面膜之外 我也是用 叫做 Peace Skin Care 還有大家追問追到我吐的Snail White 好了我終於有review了 因為我基本上用了半年才說 嗯 但我還沒用完 不過我一直都用 很多人都問我好不好用 好不好用 選這個 還是Tutacos 但 你明白 Snail White是去印的 Tutacos是保濕的 真的看你有什麼需要 有時候問題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用了它這麼多月 其實它是可以開來看的 還有用剩很多 因為我每次只會用一泵 坦白說 它的價錢來說是比較貴 不過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已經買了 我男朋友已經 我已經慫了他買了 一泵馬 那為之一泵 那 正式來說它拉得很長 這樣 質地是比較黏的 但你不要讓它的質地嚇壞了 其實呢 它塗在上面是完全不黏 無論你是春夏秋冬 你也是可以用 因為吸收得很快 有些人說它的味道像薑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一聞到 我覺得像豆腐花 總之是甜甜的 很甜很甜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含有紅果素 會令到你的皮膚是會美白的 紅果素是很出名的美白成分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都跟我說 有Snail White含有很高的水銀 如果有一種產品買得那麼有水銀的話 就應該做不到 其實它 我聽到很多人都說 其實這個成分比較天然 我不知道啊 總之我都覺得它的成分是天然 就是這樣 現在轉了新包裝 我這隻是舊包裝 好 而另外呢 我也有用這個 是美白的Sleeping Mask 最強 最強 那這個是夜間用 你會看到 跟Snail White的樣子差不多 又是泰國製造 它逼了出來 其實我覺得它的泵 沒有Snail White的設計那麼好 那它呢 它的質感很明顯有分別 它沒有那種黏的感覺 而且它比較高撞 感覺上它就是滋潤 不知道是不是黏的 總之有一層在上面 不過算是吸收得很快 而且它真的美白很強 基本上用完一晚之後 你第二天你會發現 你整個人白了 令我用得多 會顯得我的黑暗圈很嚴重 因為我皮膚白了 而Snail White呢 就乾爽 而且它印強 如果你說學生 我買了已經很丟心 真的輕輕按一下 但已經不是很捨得塗 平時按半下 你也可以按小小出來 欸 小小 對 小小出來 塗在一些有印的地方 那我這裡有印 那我看上面 這樣 不停地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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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所以那時候我心裡想去買 但誰知道 突然有人傳給我試用 但這個我也會再回購 因為它唯一一樣去印的好物 就真的是Snail White 其他就沒有了 同一個系列都是很Hit的 就是Snail White的神仙水 聲稱它為神仙水 但其實它是一個蛇毒的面膜 噴了上去 其實它有點啡色 啡啡黃黃的 噴了上面是很舒服 它的控油能力非常之好 如果 其實它主要是去水腫的 那我去水腫的功能我都覺得有 不過我覺得它主要是控油 因為噴完它之後 T-Sone是沒有那麼容易出油 如果你晚上喝得多水的話 因為它第二條也會沒有那麼腫的面膜 好了 那我講完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